不然你幹嘛怕我罵你 你騙得了陳元元,你騙不了我 我並沒有騙他 有沒有,你心裡明白 只有陳元元相信你 群身是敵 百姓過敏 簡直是狗屁,也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夠了,不要再說了 你要的是權勢,你要的是榮華附會 你故惜犧牲大明百姓的性命 為的是要滿足你的野心 你不配做大明子民 早天也不會饒你的 你應該受到欠欠 你應該不得好死 貞虹 你殺了我嗎 你被磨死了 我會不停地罵 我會救出你的罪障 你殺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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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我不要殺他好不好 答應我不要殺他 你幹嗎? 心血 害怕心血 不要說 不要再說了 要不是明明 要不是爺爺求我 我早殺了你了 陳元元為什麼要替我求情 為了劉忠明 為了劉忠明 還是你 下去 去 最近這些日子啊 吳三桂和陳元元 活像變了個人似的 逝去多老 就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主意 這叫視食物者為俊傑 咱們給他們夫妻倆的好處還不夠多嗎 更何況天底下的人哪有把到手的富貴往外送呢 能夠視食物 那是最好的 否則的話是跟自己過不去嘛 我聽陳元元說 這吳三桂想領兵出征 你為什麼時時不肯給他機會呢 在我尚未把吳三桂完全掌握之時 我是絕不會交給他一兵一組的 你是怕他有惡心 你別忘了 吳三桂是前朝之人 防人之心不可無 說的也是 怎麼了 不知道怎麼搞的 最近時常這個樣子 大家是為了國事太過勞累了 來人啊 太后頭 傳張國一給摄政王法脈看 回太后的話 張國一已去了平溪王府了 他去平溪王府做什麼呢 聽說陳元元受了傷 張國一奉平溪王之兆 替吳夫人去療傷了 會有這種事情 傳令下去 張國一回宮 立刻幫摄政王看病 還有 我要擺架平溪王府 看看陳元元的傷 何必那麼大會周章呢 派個人去看看陳元元不就得了嗎 我還蠻喜歡陳元元的 應該去看看他 而且還可以幫我們大清國 拉攏一下吳三桂呀 你應該說 為你的皇帝兒子拉攏一下吳三桂 這還不都一樣 不一樣 王爺 只要照方子上的藥連續服上兩天 保準夫人的傷死癒合的去 而且不會留下疤痕 多謝太醫 宋太醫 王爺請留步 馬上把藥煎好給夫人送去 是 王太后下到 太后怎麼突然來了 三位恭迎太后 王爺爺 謝太后 太后請坐 對 謝謝太后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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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谁来看你呢 太后 媛媛 快躺下来休息 不 媛媛要叩见太后 媛媛 这儿又没有外人 你就别拘留 快躺下来休息 怎么了 我 别人受点伤 那伤得怎么样 不暗示的 是点小伤 看你的脸色 分明伤得不轻 怎么搞的 是谁伤了你 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要紧 多谢太后的关怀 不暗示就好 三贵 你也真不小心 连自己的苏人都保护不好 下回要是圆圆有什么小伤害 我就为你试问了 是 三贵分手 圆圆 要是三贵敢欺负你 我替你救助 谢谢太后的圣情 你快点歇着吧 有什么需要 就通知我一声 三贵 替我送一下太后 三贵恭送太后 博尔吉伯特 可真不笼落人心 看样子 我的苦心并没有白费 进来 进来 夫人 您醒了 这是张光一给您配的药物 谢谢你 吴凯 吴凯 请问一下 邢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我很想见她 是 吴凯 夫人 我也是跟邢姑娘谈 你先下去 夫人 这不痛 万一 下去 是 我警告 要是 我相信邢姑娘 你还什么好担心的呢 是 我听谁相信 我不会伤你 凭感觉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会后悔 我不会后悔 包括你选择吴三贵 没错 你知不知道 你所嫁非人 邢姑娘 事情并非你想 两个娘 吴三贵 一轻入关 又曲解受风 她就应该死 你想想 如果事情是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你如何面对自己一家三十余口被斩 而父亲活活被烧死 当时的情形 你会怎么做 你又能怎么做呢 好了 你别再听她说话 所谓冲关 引用魏红眼 吴三贵 吴三贵为了你 引狼入室 是你 是你败了大门江山 你知道吗 不 不是 不是的 所谓冲关一路魏红眼 吴三贵为了你 引狼入室 是你 是你败了大门江山 你知道吗 不 不是 不是的 你不杀伯仁 伯仁却去问你儿子 因为你断送多少复活的希望 因为你 刘三贵忘忠忘义 成了不忠不义之人 不 真的不是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刘宗敏 刘宗敏对你情深意诺 他当然护着你了 刘宗敏不会说谎的 你应该相信刘宗敏 三贵也答应跟刘宗敏合作 离应外合 真的 行姑娘 你要相信我们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们也没有关系 你等着瞧 我们会做给你看 等三贵掌握了冰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所作为 在这之前 我们只有等待 行姑娘 你知道 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吗 多儿滚多疑的 他被三个人有顾忌 所以我们不能打草精神 我们只能暂时跟他们周旋 好吧 看在刘宗敏的面上 我暂时相信你 不过 千万别让我抓到把柄 否则 我不会放过吴三贵的 还有你 对了 刘宗敏 要我带话给你 他说一切尽情事 叫你放心 多谢你帮我缠话 也请你帮我缠话给刘宗敏 我会尽你跟他配合 绝不食言 我会的 谢谢 你的伤不要紧了 没什么 我伤了你 你不恨我 我不恨你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要伤我 可是我却有意杀你丈夫 你难道也不恨我吗 我了解你的心情 我绝不怪你 我现在知道 刘宗敏为什么对你那么此心塌天 你真的与众不同 只可惜 可惜什么 你选择了吴三贵 但就是我 我会选择刘宗敏 因为他对你的情侣 秦姑娘 我们别谈这些了 你跟我到房间去 我有些东西 要求你帮我缠交给刘宗敏 什么东西 这是 这些是清平送给我的礼物 麻烦你帮我缠交给刘宗敏 我想他会需要钱用 他正在招兵买马 正常军需缺乏 秦姑娘 谢谢你 秦姑娘 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你还是在怀疑三贵 你还是想杀了他对不对 既然你知道 为什么还放我 因为我相信三贵 秦姑娘 有朝一日 你会发现你误会了他 但愿不止 否则 我会不顾一切地杀了吴三贵 你还是赶快走 谢谢 三贵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秦姑娘 文武双全 一定是刘宗敏的好助手 我当然得放他走啊 可是他刚才说 他能明骗是非 我们只要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怕什么 他还说刘宗敏 已经募集了不少精英 这下太好 我看我们得加把劲 三贵 尽快取得多尔滚的信任 争取兵权 人家就不会说我们是卖国贼了 吴三贵又给我提起带兵出征之事 不知道两位意下如何 当然不能答应啊 启禀王爷 我同意五阴亲王的说法 再怎么说 吴三贵是全朝将领 不可不放 我也是这么想 他们夫妇俩日来行与所动 到处判几各个文武官员 我看 是别有所图啊 会不会是他突然想通了呢 就算他想通了 也要再多加观望 再做打算 好漂亮的衣裳 这是媛媛 亲手缝制 要送给太后的衣裳 送给我的 太后天生威仪 风采逼人 好看极了 这里面汉家的衣服 真是别致极了 如果太后喜欢的话 人人可以为太后缝制更多的衣裳 我还会治鞋 做各种投赞事物 我还会诗词歌赋 琴琴说话 媛媛 你这样多学多能 财运双全 真是难得 难怪三贵 会为了你不顾一切 与我结盟 说什么 也要把你抢了回来 怎么 什么事不开心啊 我只想到三贵 郁闷在家中 我心里就难过 怎么回事 他有什么不开心呢 是嫌曹廷 少次给他不够多 还是风的关绝不够高呢 不 都不是 三贵很感激太后 跟瑞亲王的后四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三贵 有如天空中的棚鸟一样 如果关在笼中的话 他会很不开心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请太后成劝 给三贵一个抱下朝廷的机会 看啊 多尔管对你无法放心 他迟迟不肯让我领兵出征 未免防人过慎 他这个人太过谨慎 没有完全的把握 是不会做任何决定的 对了 你在博尔基古德身上下的功夫 收获怎么样 太后对我的印象不错 假以时日 她一定会站在我这边 太好了 有了皇太后的支持 很多事就好办多了 远远 你这是我的好妻子 可是我一直担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在想 等多尔管交付兵权 准备出征的时候 我会舍不得你 我舍不得离开你 傻瓜 我已经是你的妻子 我是你相邪功劳的伴侣 我永远都是你的 你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呢 我就是舍不得 就是不放心的 有什么办法呢 你以为我就舍得 放得下心吗 睡吧 我会舍不得 杨大哥 杨慧 有没有见到远远 见到了 她怎么样 她 你慢慢聊 快去 这什么东西啊 她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她还说了些什么 她说 她会紧静诺言 加速进行 很好 很好 刘大哥 有件事 我希望你会原谅我 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 我们志同道合 算是自家兄妹 有话直说好 我不小心 伤了陈渊渊 你说什么 你刺伤了她 渊渊 她现在怎么样 你怎么会 我只是想杀 吴三桂 可是她突然 扑到我面前来 结果怎么样 还好我刀子收得快 她是受了点心伤 刘大哥 渊渊说 她会原谅我 你吗 她都原谅你 我怎么会怪你 你这么深爱的陈渊渊 就不应该答应她跟吴三桂 我知道她会对袁渊渊 所以我就把袁渊偷给她 吴三桂对陈渊渊 也许没话说 可是她这个人 贪恋富贵 又有野心 还不惜违背先皇所托 引狼入室 怎么讲 她都无法摆脱 皇朝的罪名 袁渊又跟着她 恐怕也挣脱不了 过国的罪名 我又何尽不知道 所以我要加紧脚 往昭天下有事 由昭仪日 揭竿而起 跟吴三桂离一万 将满清人 赶出关外去 这样 就可以把袁渊的罪名洗净 可是多尔滚 对吴三桂 放心 我不肯将一笔一符交给她 看样子 我们要帮她一个忙 帮她 我们怎么帮 多尔滚自以为 她手下猛将很多 怎么样也轮不到 吴三桂领兵出阵 可是一旦她手下的猛将 一一地被杀 那她就不得不借助 吴三桂的将才 你不是 不错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突击行动 把清朝的将 一个一个地给出队 我倒要看看多尔滚手上 还有多少小勇善战的将 我先上进去 我先上进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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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等著我們度過長江,拿下江南 這大明的江山就是我們的了 好兄弟 你放棄 我絕不會虧待你 我大清皇朝 永遠會記得你功勳的 不好了 騎兵王爺,不好 什麼事,出了什麼事 騎兵王爺,南方有集軍行道 我看看 怎麼了 哼 這大明的魚膩,真是可惡 欺兵王爺,我還聽信才說 南方反民猖獗,殺了我不少將人,哼自己 不錯 吳修 吳修 依你看 這件事情應該如何處理 當然是家派兵力,全力所當 齊兵王爺 敬兵大將軍,也沒有信到 我派到他身邊的副帥說 豪哥連打了好幾場敗仗 還中了案件,受了敗 啊 王爺不放心敬兵大將軍 豪哥是先皇的長齒 我當然明白他的心情了 他自以為可以繼承大統 我當然不可不乏 王爺 提兵王爺,敬兵大將軍到 請他進來 是 豪哥參見王爺,免禮,一路上辛苦了 為皇叔效命 是豪哥應該做的事 趕快告訴我 你這趟南征的戰況又如何呢 託皇叔的,豪哥所到之處 連戰皆解 讓他說下去 我 連戰皆解 是真的嗎 皇叔 我 我最討厭人家欺騙我 你雖然小小騙我 也知道你明天會不會殺了我 豪哥不敢 你別以為你是先皇後世 是 我就奈何不了你 你目中無我 我就容不得你 來人啊 是 王爺 把他拉下去,給我斬了 是 王爺 誰會來吃 一頭目的斬 皇叔老我 皇叔 拉下去 是 是 皇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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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叔老我 皇爺 皇爺 豪哥就算沒有公保 沒有苦 都口 你別以為我不敢殺你 來人啊 請王爺息怒 將軍,你就少說兩句 沒事,你們先退下 皇爺 王爺 現在正是用兵之時 你就饒了傲拜吧 啟稟王爺 您咱要靜眼大眼睛的頭 很好 就看著山貴的面子上 暫時把你的頭 寄放在你的脖子底上 嗯 朵兒館殺其儆猴 連侯格他都敢殺 我看 沒有人敢再跟他作對了 朵兒館名為攝政王 輔佐小皇帝 而事實上呢 就等於帝下皇帝 一切朝政都在他掌握之中 連季豪哈朗 敖都不敢吭聲 三貴 如果朵兒館他不點頭的話 你要在京中窝一輩子了 那也不一定 蜻蜓將領死了不少人 他們總有用到我的時候 希望劉宗敏再多殺幾個人 也許朵兒館他就會想到你了 你認為那些蜻蜓將領是劉宗敏殺的 我猜一定是他 大將軍 敖拜到訪 敖拜 我早料到他會來的 快請 是 你替敖拜說情 我一時多了一座靠山 三貴 你這步棋下得很好 這都是夫人平日教導有方 大將軍請 王爺 夫人 敖拜大人 請坐 謝謝夫人 我是專程來謝謝吳曉 好 大將軍功在朝廷 三貴重養已久 既然有幸結交大將軍 那是三貴之幸 不該 好事了 好事了 你來了 你來了 瞧王爺的臉色 是有什麼事心凡啊 最近南方的戰況知情 許多的將領 紛紛來信要求真兵 我在想 要派誰領兵南下 王爺 你覺得吳三貴如何 根據我的觀察 這吳三貴心向民事 一心想要有所作為 不如讓他出京去 試試他的中心 我還是放心不下 完了 這個事以後再談 喝碗熱湯吧 好 謝謝 北京方面有消息 還沒什麼消息 多爾館還是不肯讓 吳三貴領兵出征 你真的相信吳三貴 你幫我們配合 坦白說 我對他並沒有十分的把握 我只相信元月 可是萬一 我寧可相信吳三貴 不會背棄大門 他做的一切 都是師不由己 所以你決定繼續幫他取得兵權 不錯 我就不相信多爾鬼 能多承得住氣 要是我殺了他 親弟一多多 你想他會怎麼樣 說不定多爾鬼 一怒之下下令增兵 那吳三貴就可以重掌兵權 我真恨不得馬上殺了多多 好替我的親人報仇 有 林釋大�� 今晚大家好好敬住一半 是 王爺 你沒事吧 不妨 好,王爺,你破洋州直入南京,恭維至尾,想必以摄政王必然定定有賞,打腎仗是我犯罪之事。 王爺,你連日征戰一定勞累,請及早休息吧。 好吧,你們全都退下。 是! 王爺,你殺了我多少大名同胞,今天我要替那些冤死的人殺你報仇。 你,你,你! 《閉嚇我》,你咬不了他。 請問! 我可不能叫他四十萬歲。 他害死了我的父母兄弟姊妹,是他,是他害死了我的親人。 行贿 算了他已经死了 死了就算了吗 他杀了上千上万的人 他的一条命能比你老这么多的血债吗 行贿 你冷静一点 我们真的不是现在 我们真的是将来 情人强占我们每一顺努力 我们将来都要回来 听得到快走 快走 他不是连任机械吗 怎么会 怎么会 王爷请节哀 多多死 你叫我如何的节哀 我要提多的报仇 杀尽所有的大名鱼孽 一个也不能活着 启离王爷 现今前朝顽民四处判断 再加上鲁王手下抵死不下 而可派之架都已经南下 你王爷之见 派谁领兵 为豫亲王报仇才 你依你之间 启离王爷 你看吴三贵路 社长王真的准我带兵出征呢 没错 明日一早我就南下 好 白兄 多亏你的举荐 吴兄 我们是渔邦水水邦勇 将来还指望吴兄多扶持 不敢 既然三贵交定你这个朋友 我不会亏待你的 那好 那我先祝吴兄岂该得胜 谢 休息吧 别再喂我吧 你明天一早就得赶着上路 我得赶紧给你准备 别这样看我 我舍不得离开你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三贵 记得为我保重 记得我在等等 孔儿 爷爷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我本来打算 不想让你知道的 因为我怕你放心不下 无法专心作战 到底怎么回事 快告诉我 我怀孕了 真的 吴三贵终于要领兵出针了 而这时候 他又知道陈元元怀有身孕 他是否真的能够出行呢 仅仅明天同一时间 顺时收看 陈元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从最后来打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寄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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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尽快地进行我们的计划 把亲人赶出中原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我只是担心 我们是不是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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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日益壮大 只怕只怕只怕 只怕只要有意思的希望 我们都不放弃 你说是不是 不谈这些了 我们要珍惜相处的每一个时刻 孩子的娘 你快坐下来 千万不要累着 我会心疼 别挂念我 倒是你 记得为我保重 为孩子保重 痛啊 真是痛啊 山贵 咱们这一仗打得可真是漂亮 张献中 赤这场败仗 发生元气大伤 遇着哪里啊 长得霍国殃民 应该万死 可惜还是让他逃了 什么霍国殃民 若非有李志成跟张献中之乱 咱们进军中原 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这应该还要感谢他们这些乱民才对啊 三贵 我可是把你刚自己人才这么说 别忘了 现在是大清国的平西王 而不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 来来 你们好好的喝这场酒 入大清国国殃 怎么 好好的 早点休息 明白你心里在想 你是后悔三贵官 还是后悔 结束 策封 我 别 我所人的看法 放在心上 为良情 责目而起 你选择 并没有错 人各 不是吗 不是吗 来 喝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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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不着 你认为我是不是做错了 三爷 我明白 你看 那是青人的旗帜 我居然在那面旗帜下 为青人作产 三爷 你想的太多了 你先睡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睡 王爷 不要吵我 是我 王爷 震东 你好大胆子 你来干什么 我家大哥有心要给王爷 我家大哥想请王爷 敌音外合一举杀了二几个 我也不看内心 我会看的 你先回去吧 可是 这个事 这件事 以后再说了 是 我 你可以好吗 你在哪儿 你先去 我怕你 我怕你 要好吗 我跟他 我怕你 我怕你 有这种事 我看得一清二楚 吴三贵连大哥的信 看都不看一眼 就丢了狐狸 吴三贵根本就是个满清走狗 我去杀了他 等一下 贤惠 你不要冲动 我们先把话问清楚 我相信圆圆 你相信陈圆圆 好 就算陈圆圆有心满清复明 那是陈圆圆 不是吴三贵 我看 我还是先去跟吴三贵 当面问个清楚 不要问了 他的举动还看不明白吗 吴三贵根本就是个卖国贼 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行贵 你去哪里 我去杀了他 行贵 等一等 又是陈圆圆 因为陈圆圆 你失去多少杀了吴三贵的机会 刘大哥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吴三贵根本无心光复大明 他的心里只有权势野心 哪里还有其他的 这种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留着他 至少还可以留着一丝希望 假如 我们就可以平添很多力量 刘大哥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死心 吴三贵是吴三贵 陈圆圆是陈圆圆 你不能为了陈圆圆 护着吴三贵一辈子啊 我 我认为应该杀了吴三贵 行贵 刘大哥 你不要再杀了 今天我不杀了 明天我饶不了他的 行贵 好 就算吴三贵该杀 但是有一个人比他更该杀 刘大哥说的是谁 阿基格 我们应该先杀了阿基格再说 对 大哥说的对 好 我们先杀阿基格 再杀吴三贵 走 急禀王爷 抓到一名刑情可疑的人 你还想去砍了 杀伐 你们去干什么 吴三贵 你 这你是谁 你不配问 上 你是谁 杀人 走 叫你的人全部退下 退下 通费 刘大哥 拔几个 不行 他是我们的护身符 走 走 叫你 退得越语越好 你放手 我就让你们走 好 一言为定 司马难追 刘大哥 破雷上 我们别无选择 快 总算也没白走 杀不了阿继格 吴三桂也活不了了 你说什么 我们行家世代习 我从小就习得齐皇之手 虽然我所配的毒药 比不上传说中的唐门毒药 不过要解我标尚之毒 还非得要我所配的解药不可 你说 你说你在标尚为了剧毒 那么吴三桂 他死定了 我要见你 三爷 你觉得怎么样 不要逼我 你们不要逼我 吴凯 你们家主人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平熙王的伤身如何 悲王爷的话 平熙王体内之毒 已然散入周身百血 只怕 只怕如何 别是该死 平熙王是标尚 平熙王为了 下去吧 是 莫爷 请你救救我们赛业 至于啊 圆圆 圆圆 我要见圆圆 这样吧 你先去马回北京 以后 就天天有命了 是 谁啊 是我月 进来 夫人 不好了 王爷他 王爷他怎么了 王爷回来了 王爷回来了 夫人 夫人 大爷 大爷 夫人 三桂 三桂 夫人 三桂 三桂他是怎么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大爷是中人家的毒标 大夫说 大夫怎么说 说他也无能为力了 大夫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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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夫人 夫人 你醒醒 夫人 三桂 三桂 你醒醒啊三桂 你醒来看我三桂 夫人 你不要太悲伤了夫人 三桂 三桂 夫人 但也是中了行姑娘的对方 但是说 除非有行姑娘的解药 否则 行姑娘 你是说行贿 早知道是她 当初我就不应该放了她 三贵 三贵 夫人 先搁着吧 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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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来了 真是太好了 我没事 只是一点小伤 不要再难过了 我真没事 我才已经为我们的孩子 想好了名字了 等你好了以后再告诉我 告诉我 你想不想我 想 多大人想 叶叶 我也是 我真舍不得离开你 别再说了 还是谢着吧 三贵 三贵 你不能死 为了我 为了孩子 你都要活下去 王太后 王太后 叫到 参见 王太后 陈多阿贵 叩见太后 王爷快快请起 这吴三贵 真的命在待戏吗 他几个传来的消息 绝对不会错的 听说吴三贵 中了一只毒 这只毒 还无人能捡 是谁救的好事 这我就不清楚了 只知道是两名亡命之徒 吴三贵真的会死 死了也好 反正这种人 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留着他总是祸害的 死了也好 王爷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吴三贵攻在朝廷 他不能死啊 他要是死 那些反民投青的乡臣 又如何效忠我朝呢 你的顾虑是对的 只是这个吴三贵 分明是野心勃勃 我总担心像他这种人 不会甘于现状 他能够开出山海关 向往借兵 谁知道他下一回 又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王爷 我早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吴三贵 拉拢拉拢他 顺便安抚一下前朝的叛臣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解药呢 刘大哥 你不要再说了 说什么 我也不会把解药给你的 行贵 你不觉得在事情尚未确定之前 杀了吴三贵太可惜了吗 那天的情形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吴三贵非但不理会我起义的要求 还拔进旧阿继阁 他是分明是摆明了 要做蜻蜓的走狗 也不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 表面上是如此 但是我怀疑 也许吴三贵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还是让我去问清楚再做决定 你要到金城去 是要去看吴三贵还是陈元元 我 刘大哥 你别傻了 陈元元已经琵琶别抱 做吴夫人了 你何苦放心不下这份情呢 当心有一天 你会为了这份情 而害了你自己 就算我前辈子欠她了 行贵 把解药给我 我没有理由这样放弃吴三贵 我不能放弃李英外合的希望 我不会把解药给你的 我再也不会相信吴三贵了 行贵 对不起刘大哥 这一次我不会听你的 对不起 震动 帮我扶住她 快 快 好美的夕阳 只可惜 我就要看不到了 三贵 不要活死愣下 我受的伤 我自己心里明白 可恨我壮志未愁 身先死 真的叫人不甘心 不 你会好起来的 你会好起来的 吴开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除非是 有行贿的独门解药 要不然天下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 我本来希望你能跟着我 想尽天下的荣华富贵 可是 不 全身和财富 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 假如真有来生的话 你可愿意再做我的妻子 我愿意 我愿意 刘宗敏 你来干什么 快 快 刘宗敏 吴开 放了他 不是 可是 是他跟行贿 我愿意启图谋刺的阿吉哥 才杀了三爷呢 我知道 敏玥 刘宗敏 为什么行姑娘 三番两次的 她总是不肯放过三桂呢 而且你还帮着她 敏玥 你不要误会 我们真正要杀的人 是阿吉可 不是吴三桂 可是她护住阿吉可 来人啊 来人啊 赞王爷 赞王 好 这给你 尽快给吴三桂抚下 越快越好 有终于 拿下 是 踢啊 抖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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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走 走 三桂 太后知道你受了伤了 十分的关心 要本王传话给你 希望你要振作一点 多谢皇太后恩典 也谢谢摄政王趋驾探事 只要你好好的疗伤 把伤养好 我一定会把兵权交给你的 让你在战场 一旦报复 不 我不吃刘宗敏送来的东西 谁知道那是解药还是毒药 不 你不可以这样怀疑刘宗敏 为什么不可以怀疑他 你怎么知道行贿 是不是听运于他呢 刘宗敏 绝对不是那种人 夫人 张太一来 见过王爷夫人 快别多礼了 赶快过来给王爷看病 是 怎么样 这药 这是 这是朋友送来的解药 此药无毒 应该是解药 可是王爷他不肯吃 几次解药 就请王爷扶下来 吴凯 快送太医 是 陈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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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 为了孩子 你就把药服了吧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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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们家夫人呢 听说三位受伤了 到底怎么样 大夫说恐怕会变乏术 有这么严重啊 媛媛呢 我们家夫人这么伺候的三爷 带我去看看她 好 媛媛 三位怎么样 三位刚刚服下 刘总敏送来的解药 刚刚才睡着 刘总敏送解药 这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希望三位 他服下刘总敏送来的解药 能解释她体内之毒 刘总敏一度身为曹玛 也算是个铁针针的汉子 他如果送解药来 一定有效 放心吧 但愿如此 刘总敏的人呢 他被多尔滚抓走了 这下 为多欠刘总敏一个人情啊 如果他不是送解药来给三位的话 也不会被多尔滚抓走了 这么说 刘总敏命在旦行 你是说 刘总敏多次想行刺多尔滚 预知他已死定 你去多尔滚 你会不会饶过他呢 多尔滚位高权重 如果说他要杀了刘总敏的话 谁也拦阻不了 有一个人就可以拦得了他 你是说谁啊 当今的皇上 顺治皇帝 你是说 多尔滚会听小皇帝的话 我们无论如何也该试试 你说是不是 陈芸芸叩见皇上 人生 陈芸芸 你快送来啊 陈芸芸 你会不会玩球 元芸小时候 在乡下尝尝玩 所以会一点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你以后就天天进宫 陈芸芸玩球吧 元芸谨遵圣旨 平身 我知道你是在找母后 谈天的对不对 我带你去找母后 走啦 走啦 不 元芸这一次入侵来 是来见皇上的 找这 很找这 有什么事啊 元芸不敢说 元芸怕皇上为难 怕什么怕嘛 朕是皇上 朕 什么都不怕 元芸怕皇上做不了主 母后说 我是天子 是皇帝 没有什么 我做不了主的 陈芸芸 你说说看 我做主给你看 元芸谢谢皇上的恩典 平时 陈芸芸 还能告诉朕 朕帮你什么忙啊 元芸求皇上 救元芸的朋友 你朋友 你朋友是谁啊 皇后 快去 我刘宗敏 上跪父母军王 会不会给任何人决心下跪 上跪就跪下 秦宗敏 秦宗敏 他什么话都不说 刘宗敏 你几次都想行刺我 你自己说 要我怎么处置你 要杀要我 不必多说 你们说 是要把他凌迟处死呢 还是把他五马奔尸 要不然就把他 斩成肉酱 也可以把他 丢到火坑里面去 我落入你的手里 我就没有打算 离开北京 要杀要寡随你 不要骆骑了 来人啊 把他拉上 先把他的舌头给割了 然后再剁了他的耳朵 挖了他的眼镜 斩了他的四肢 把他丢到河里面 去喂王吧 兄弟 滚 滚 滚 人生自古谁无死 二十年后 我又是一条好汉 我会再回来杀你的 我还是会杀你的 滚 滚 走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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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见皇上 军 军 谢皇上 把刘冬平押下 赛 等等 请皇叔把他交给郑 你是说 郑想赛他不死 皇上 你可知道刘宗敏是谁 郑不管他是谁 郑不希望他死 他就不能死 皇上 可是我已经下令 要把他给杀了 我也决定饶他不死 皇上 刘宗敏不是普通人物 绝对不可饶他 还是请皇上三思吧 郑听陈元元说 刘宗敏以前提到作乱 可是任君是前朝时代的事啊 我们应该不就既往 放了他 陈元元 是陈元元求皇上放了刘宗敏 是啊 陈元元还说刘宗敏是他的好朋友 还千里瞧瞧送解药给吴三桂 我们有证据就不能杀他啊 这 放了他 皇上 朕是皇上 朕有权力能决定刘宗敏的生死 刘宗敏 你走吧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吃了火药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谁敢惹你生气啊 你的皇帝儿子 福林他怎么了 你去告诉他 虽然他贵为皇帝 但是一切还得听我的 至少 现在还不是他当家作主的时候 要不是傲败债 我早就把刘宗敏给杀了 你应该知道 没有我 称帝到政啊 还不知道是谁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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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已生了 皇上该休息了 给皇叔请个安 就回去睡觉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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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